华盛顿消息 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关键通货膨胀指标 6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1年增率为3% 放缓至两年多来最低点 但仍高于美联储设定的目标 商务部认为美联储偏好的通货膨胀指标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6月份年增率为3% 低于5月的年增率3.8% 从今年5月至6月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月增0.2% 略高于4月至5月的0.1%的增幅 随着过去一年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升高 美联储速度调升利率以及抑制需求并控制物价 这些举措已经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成长 随着通货膨胀率从去年高峰回落 零售销售也有所减弱 消费者则面临借贷成本上升和物价依然居高不下的压力 但劳动市场依然强劲 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 这引发各界对于美国经济能够软着陆的期望 华盛顿消息 前总统川普今天表示 如果他因为面临多项指控而被定罪和判刑 仍旧不会终止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川普在接受保守派电台节目主持人 杰弗·德里克的专访时发表上述的言论 联邦检察官昨天对于川普卸任后 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一案扩大调查范围 另据国会山报的报道 对于司法部昨天的机密文件案中提出新的指控 当事人川普做出回应 他说最新指控是最高级别的选举干预 而且荒谬 并敦促共和党方面采取行动 川普表示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检察官不当行为 如果我没有在众民意调查中领先拜登很多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川普还表示 美国正在被司法部拦用 他补充到 希望共和党能对此做点什么 联邦司法部昨天宣布 他们正在对田纳西州 孟非斯市警察局展开调查 以确定是否存在过度使用武力 系统性 种族歧视等行为 今年1月7日 田纳西州孟非斯市警方拦截并殴打29岁非裔青年 尼克尔斯导致他最终重伤死亡 引发了全美多地的持续抗议 联邦司法部官员表示 这次调查与具体事件无关 但官员提到了尼克尔斯的悲惨死亡 并表示 孟非斯市政府与警方同意配合调查 以防止此类事件重演 仰光消息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一名党员 今天表示 被罢免的缅甸民主派领袖 温山素姬已经从监狱移植到一种政府的建筑软禁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党员 告诉法新社 温山素姬女士已于24日晚间移植高级住宅 自2021年2月1日政变被军方逮捕以来 温山素姬唯一一次露面 就是在官方媒体发布的一张模糊的照片中 她在首都奈比多的一个法院中出庭 这位党员还证实温山素姬已于下议院议长蒂昆苗会面 且可能于正在缅甸拜访的 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邓锡军会面 另一政党消息人士也表示 温山素姬已被遗置于奈比多的昂贵住宅区 78岁的诺贝尔奖得主温山素姬 因面临贪污非法持有对讲机 以及违反防疫规定等一系列的指控 被判入监服刑33年 人权组织猛批 对于温山素姬的审判是一场骗局 目的就是要将这位受欢迎的领导人 逐出政治舞台 吃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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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炉